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们是个快评啊 就是说2月27号啊,台湾的正副总统呢 申报了他们的个人财产 这则消息被大陆网友看到以后 可以说大陆网友呀,集体破防 他们的留言呀,无发霸门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报道啊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27日,台当局监察院公布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 蔡英文、赖清德等人财产申报资料 蔡英文存款6292万新台币 较前次申报增加了353万元 赖清德存款215万元 较前次申报时减少了约34万元 另有房贷1386.941万元 那么大陆网友看到这个财产状况以后呀 真是破防了 网友留言说呀,随便抓出来一个村干部 可能存款呀,都比他两多 特别是这个赖清德啊 可以说是个穷光蛋 你像215万元的新台币 折合这个人民币就没有几个钱嘛 对不对 就是最普通的工薪阶层的一个存款吧 另外他还有房贷 可以说赖清德呀,是一个富资产 那么蔡英文呢,存款多一点 另外据介绍呢,蔡英文还有几处不动产 据说呢,这些都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 因为蔡英文家族呢,好像说呢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 那么无论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 可以说是一个很廉洁的总统 特别是这个赖清德啊 你按他的财产情况来看 如果把他这个总统身份去掉 那他就是一个最最普通的工薪神 但是在台湾呢,他们这样的人啊 就当了总统 这种状况确实让大陆网民啊 内心是五味杂成 在大陆人的眼中,官员就是财富的代名词嘛 你想从古到今,中国人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学得文武艺,获予帝王家嘛 就是想着升官发财那一套嘛 而且在中国呢,确实你只要当了官呢 就能发财 那么按照现在中共贪官的这个档次啊 你只要到了厅级以上的干部 随便抓一个 那都是拿议员来计算这个金额 那么现在这么多年下来呢 更有很多小官聚摊呀 很多科技干部 甚至很多村官 那手上都是搞了多少个亿的财富 所以你像台湾啊 你虽然很多人的印象中呢 它只是一个岛 但是你要看啊 台湾的这个经济实力啊 可是一胆都不弱 那在全世界这200来个国家里头 现在好像是排到第13位吧 我说的不准确呢 请大家来纠正一下啊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很富裕地区的领导人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网民在那讨论了半天 归根到底呢 就是这个制度 正是因为台湾有了这种民主制度 官员在选民的面前 他才不能制高气昂 他反而要真真真真的做好为老百姓服务嘛 如果他做不到 选民可以不给他投票嘛 对不对 甚至你做的再不好 中途就把你弹劾了嘛 这就是民主制度最大的优势嘛 就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 大家都能相互监督嘛 特别是政府跟老百姓之间 他是完全可以监督的 因为不光你有执政党呀 还有多少反对长在盯着你呀 那么更有老百姓用手上的选票呢 来对你这些官员呀 进行实时的监督 就跟这个台湾的官员财产申报一样 你要想当官 你必须申报你的财产 你要是不申报 你就没有这个当官的资格 那么长此以往呢 台湾人也就习惯了 那你要从政 就是为了实现你的个人报复 你的政治理想 那你要想赚钱 那你就投身伤害 对不对 这就是目标不同 你的人生也不同嘛 你不能说像中共那样 把身官发财绑在一起 这种呢 就造成了这种国家的腐败 最后呀 这些人当上官以后呀 只是为了捞民纸民膏 由此呢 造成底下的老百姓啊 生灵涂炭 实际中国现在这个状况 不是这样造成的吗 那么在这呢 我再谈一下我的看法啊 就是这种民主跟专制的区别呢 你像大陆的普通网民都能看出来 但是在台湾呢 有些人呢 就在这犯了糊涂了 现在网上有一种声调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嘛 就说台湾的民主呀 是一个劣质的民主 他是想从侧面证明呀 中共的独裁呢 是一种优质的独裁 而且这种理论呢 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特别是得到了一些台湾朋友的赞同 真是让我一声叹息 你说这种理论 在中国被人接受 或者是一些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 接受这种理论 我还能想得通 因为这些人呢 从小被中共洗脑 他就接受了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对不对 我们从小就是这样教育的 但是台湾呢 从蒋经国之后呢 就打破了这个东西 逐渐走向了民主 而且已经完成了几次政党轮替 而且台湾的这个民主状况呢 还在亚洲排行第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人居然接受了劣质民主 这样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这样人是怎么看待这个政治制度的 民主跟专制 它有这本质的区别 应该是很好分辨的 虽然民主呢 它可能不完备 它里面也是有缺陷的 但是我们不能抓着它的一个缺点呀 就在这矮化民主 贬低民主 说民主没有前途 甚至连独裁都不如 这种事情让我来说呀 就好比说是一堆米里头呀 有一粒老鼠屎 和一堆老鼠屎里头呀 有一粒米一样好区分 为什么还有人不能区分呢 所以我今天看到大陆这边这个报道啊 我还是挺感慨的 就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啊 申报了财产以后呢 大陆的网民破防了 在这个同时呢 台湾还有一群人呀 接受了一些人的说法 说台湾的民主是劣质民主 所以我心里头呀 也是五归杂成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就把这个事啊 拿出来跟大家在这交流一下 发表一下我的感慨吧 总体来说 虽然民主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它也是现今这个世界上 最不差的制度 而且民主呢 也需要不断的成长 更需要我们大家来呵护它 不要随意的去贬低它 民主这个种子 它首先就是来之不易的 它的成长 它的发展 更是要有漫长的道路去走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